正义感 是心中时刻燃烧不灭的火苗 害怕烫伤的我们 正因为具批判 或是不关己 将它在心中的角落搁置 但它一直都在 一样炙热 一样耀眼 只等着我们放开心胸触碰 习惯待在舒适又凉快影子里的我们 是不是该是时候 踏出那一步了 重返阳光 让人性和良知 引领我们 停止抗拒心中那份引力 那与生俱来的良知 和脸颊上的热泪 是不会骗人的 当心中的磁铁连接在一起 就会产生更大的磁场 力量 呵护着心里的火苗 是为了在对的时机点 让正义得以伸张 不要怕 他人吹息烈火的尝试 能成为助燃的氧气 更要记得 星星之火 得以燎原 感谢观看 自己的国家 自己救 自己的家园 自己保护 我们绝不退缩 绝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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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线上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开甲终结假案系列论坛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元朝关汉清有一处非常著名的杂剧斗儿园 讲述着西汉的一桩冤案 东海校复的故事 贪官污吏 王法不公 草菅人命 让百姓含冤而死 剧中豆儿 含冤被判死刑 划大榜 押赴刑场 由筷子手斩首示众 临刑前 豆儿为表明自己冤屈 指天立誓 他死后将血剑白色绸缎 写过沾地 六月降雪 楚州大汉三年 这些后来都饮演了 在豆儿冤剧中 豆儿死后三年 他的案子被重审 豆儿之冤 得以平凡 陷害豆儿的二人 及官员们 皆被惩处 在西元2022年的今天 却有一桩 26年 玄而未解 蒙渊未雪的 冤错夹案 让我们一起看 现代豆儿冤的故事 太子门 一而一九 冤错夹案 我从他的眼神里边 看到一丝 闪过一丝的阴影 检察官用你的眼神 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台湾就有名 老大都要成熟了 赠于性质 做美食 新外面 我想这个法院的判決 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真相只有一个 太新门是清清白白 真经不怕火炼 那一天 那个电影里 才会出现的画面 映入眼帘 看着鹤枪实弹的剪调冲入 没有人反应得过来 在一片大声赤鹤中 时间突然流动的缓慢 没有人开枪 但眼前的闪光灯 宛如连续枪火 是如此刺眼 余不真实 皱着眉 眯着眼 心中仅是疑惑 但看着被扣走的人与证物 谁知袭击全身的 是恐惧 这是梦吧 这是场噩梦吧 眼泪模糊了 眼前穿梭的人影 捏了手臂一把 却发现这是比噩梦更可怕的现实 拜托醒来 拜托告诉我 这只是场噩梦 1996年12月19日 检察官侯宽人 打着宗教扫黑的大旗 兵分十九路 大肆搜索太子门全台12处道馆 跟着的还有各大媒体 仿佛他想要追寻的不是只有真相 还有那个美光灯下的英雄形象 事后 更以极其离谱的起诉书 状告太子门掌门人炸七 养小鬼 当中各种荒腔走板的办案方式 包含以接近演戏的程度 带着箱子说要抓小鬼 最后只收出一把桃木剑 便成为证据 其中更有僭越职权 依次协迫曲弓 为赵文书的警醒 很生气 两个唱 他说 秘密吃 你练什么修什么 一点吃悲心都没有 你的家里人要被 他也被关了 你还不 不赶快救他 整个过程严重破坏了 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加上媒体的大肆报道 过度渲染 顿时间 太子门试图在社会上 人人喊打 我被陌生的男生 把我的肩膀一拉 你怎么还敢穿这种衣服 你们太子门怎么样 就开始这样子 对左就吼 侯宽人灭门的计划 致此一线而易见 而且效果显著 原本纯真善良的修行团体 一夜之间风云变色 让纯白的练功夫 梦上难以磨灭的阴影 受害的家庭成千上万 承受的伤害更是难以言喻 太子门自始至终都是清白的 这是多少太子门弟子心里的怒吼 无端遭受灭门冤案 受害最深的无非这是掌门人夫妇了 但他们与弟子从未放弃过 捍卫自己的清白 刑事案件在众多努力下 终于在2007年 由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太子门无罪无欠税 并认定禁止礼为赠予 并无克税问题 之后更获得国家的冤逾赔偿 进一步的证明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是冤错假案 拿到这个冤逾赔偿计呢 对于他们来说呢 其实已经是迟来的正义了 他们这10年20年当中 受到很多的冤屈 那甚至于很多是 妻离子战家破人亡 简短的几句话 说完不超过30秒 但这背后却是经历了 10年7个月 刑事法院共传讯约200名证人 开了58次庭 总共花了9570分钟 而这1分1秒 都称载着无法量化的血泪与冤屈 好不容易迎来了刑案无罪 这个迟来的正义 没想到由刑案衍生出来的税案 理应因为刑案的终结 也一并结束 但却因为国税局的贪赃枉法 行政法院的救济失灵 自然变成全新一轮的梦言 经过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确定 都已经认定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禁施礼都是赠予的地址的禁施礼 不是补习班学费 所以太极门根本就没有税单 也没有纳税的问题 行政法院最低限的 也就是气就完全不是 也就是说你完全没有矩阵 在完全没有矩阵之下 所得罚的税单 当然是不效的 它应该要组斗的感觉 但即便如此 税单不但没有撤销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行主分署 还强制执行 拍卖太极门在苗栗山区的道场围定地 事可认 数不可认 已经被欺负太久了 于是我们绑起头巾 我们踏上街头 我们举起诉求 我们握紧拳头 我们放生怒吼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以后就是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啊 九千一百二十五天 四分之一个世纪 有多少人为此奉献出 人生最精华的时光 有当时正义里然的青年 牵扯了白发花牌的人群斗士 有专职花样年华的少女 现在牵起了孩子的手 踏上街头 原本嬉笑天真的孩童 拿起了麦克风 在第一线奋斗 更又抵挡不了时间流逝的战友 没来得及迎来正义 提前陨落 在这场狂风暴雨里 太极们有另一个宛如平行宇宙的存在 全英掌门人的风景 他回回一首说 我们还是要爱国 因为爱这片土地 我们才要奋斗 于是我们擦干眼泪 继续呐喊 只是这次场景不同 我们轮起兵器 弘扬中华武学 手持雨扇 展现国粹之美 在原本抗争的总统府前 这次却是庆祝光辉十月 我们十次秀邀 八次站上凯道 参与双十国庆展演 更在2017年十大运开幕 担任重要开场 曾经在日本 获得武术冠军 在奥运期间 在水利哥剧院演出 为了宣扬爱与和平 踏遍五大洲 为了传播良心的重要 行与无数国家 在家乡 我们在街头怒吼 在联合国 各国却对我们 竖起大拇指 频频点头 心里并不是没有伤痛 眼泪更没有因此不留 但因为在乎 我们强忍悲痛 因为信念 我们忍辱负重 因为希望 我们展现笑容 家乡四面环海 我们也因为迫害 处境如同孤岛 索庆当我们伸出 求助的手 获得的是 孤岛外的池源 此案的荒腔走板 在重视人权的 国际社会上 备受重视 长期关注此案的 美国前总统 柯林顿的顾问 Professor Kenneth Jacobson 在研究此案之后 发表了一篇文章 并表示检察官的办案方式 荒谬到令人怀疑 他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这一线的说法 会导致人员 和应该导致人员 拯救人员 专门替宗教迫害声张正义的 意大利新宗教研究中心 创办人Dr. Mossimo 认为 这并不是一件 单纯的税务案件 而是侵害宗教信仰自由 的人权迫害案件 并强调 人权的迫害 没有时效问题 这是一件 国际社会有责任一起解决的 严重宗教信仰迫害事件 旧金山 矽谷 洛杉矶 夏威夷 纽约 我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举起双手 2021年12月 我们在世界的政治中心 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前 表达诉求 在场的民众不但表示支持 甚至一起帮忙举牌表达不美 我们走访世界各地 拜会博内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听闻者无不表达震惊 不可思议 这些朋友们让我们了解 追寻平凡的这条路上 我们并不孤独 即使被体制迫害 我们也不再四面环海 我们只希望当权者张开双眼 别因为自己的逃避 让自己受困孤岛 拼搐工作 不再三个 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 不至于 还不尽 她是支持 谁录我 就差价丝 20000年9月19日 一群法税改革联盟的職工 在新竹一路口和平举牌表达诉求 突然出现大批袁警说要进行盘查 现场气氛紧张 袁警对着职工们大声咆哮 在一阵混乱之下 警察将一块字牌塞进职工黄妈妈手中 随即将黄妈妈以现刑犯带走 但其逮捕的理由却完全说不清楚 在不知道自己罪名的状态下 黄妈妈被押至六家派出所后 居然漏夜解送地检署 一个清清白白的职工 就如此被折磨了将近八个小时 黄妈妈从地检署出来后晕眩送医 身心受创 被诊断为创伤后压力证明权 隔日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局长谢柏贤 交开记者会抹黑黄妈妈 把一位手无寸铁的年长职工抹黑成报名 试图隐瞒事实真相 整起事件和二十五年前 与黄妈妈当时正在声援的太极门冤错夹案 居然有着如此雷同的办案手段 压人恐吓 最后再用媒体抹黑 这件事对已经被欺压二十五年的我们 有如在伤口上撒盐 或上浇油 在捍卫人权的时候被迫害人权 这仿佛只有在威权国家才会出现的事 居然发生在我们最熟悉的家园 但即便如此 我们终究不会放弃 因为我们热爱这片土地 就是因为希望它更好 所以二十五年来 不管刮风 不管下雨 不怕日晒 不畏雨淋 我们心中的烈火 从未熄灭 燃起烈火的 是被冤枉的怒 燃起烈火的 是睡在乎的苦 燃起烈火的 是追寻正义的执着 即便有再多的不公 即便有再多的痛苦 我们依然会怒吼 只要平反的一天不到 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会继续前行 太极门冤错假案 平反不现 烈火不息 一桩五中生油的冤错假案 迫害上万个家庭 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太极门案件被列入 台湾重大人权保障指标性案件 被称作台湾法税228 更受到国际瞩目 得到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声援 他们皆要求台湾政府 落实法制保障人权 必须立即平反 太极门1219 愿错假案 usted to prevent and alleviate human suffering to protect life and health and to ensure respect for the human person these are the core values of humanitarian international law there needs to be a wide public support in the defense of humanitarian international law so that violations can be reduced but in the present day religious harassment is more likely to take place in the form of illicit and unfair court cases and so tax laws zoning laws being able to have occupancy of a building these are the kinds of instances where religious minorities find themselves persecuted today and so for a case concerning the religious status of a group like taiji men as it pertains to tax law in taiwan i have a lot of sympathy by being abl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definition for religion i could see taiji men having a very very positive effect for taiwanese society lifair taiji men a révélé les failles fondamentales de l'état de droit et la façon dont le pouvoir de l'état a été détourné ou même abusé les représentants du gouvernement ont violé de nombreuses dispositions de procédures rgulières dans l'affaire taiji men taïwan a gagné la sympathie de nombreux pays et organisation dans le monde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émocratiques en asie de l'est et la gestion transparente e efficace de la crise du covid19 il est grand temps que cette vieille situation soit résolu en garantissant aux membres de taiji men leur droit humain et leur dignité et leur liberté de religion en débloits de politique en place de politique en place de politique considérant exactement le même violation que a été déclaré en externe par la crise de l'ancien de l'ancien I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fight against this persecution. The Tai Chi Men case is a very relevant one because I think it shows the way in which the State can misuse and even abuse its power, but the Tai Chi Men case shows that a group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this kind of persecution, administrative, fiscal persecution, for 24 years with a clearly denial of justice, and in fact, the rule of law, Tai Chi Men suffered injustice.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that taxpayers' rights are not well protected within the system, and that the system itself systematically turns against taxpayers. 人生能有多少個 26年? 國內外都知道,太 Chi Men1219事件就是原错假案! 那高韓轉型正義,任權立國的台灣政府, 就更該拿出良心、勇氣、破例,力氣平凡此安件, 並歸還太 Chi Men師徒被違法收歸國有的土地, 真正還給他們清白與公道! 最後一起聽一首《世界公民!享人權!》 祈愿人人实践良心,世界和平,人权彰显 谢谢大家 世界,美丽星球,组的世界共鸣 日夜清晨有归日,万事前后有尘区,天上万物有权利 只有敌人一人权 身材何方何苦舍,人人有权得尊重 奢定何归只有高,平本法始终能见 人一刻良心,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天下皆开心 全人有快乐,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爱地球,守护人权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和平,世界共鸣相人权 人一刻良心,几分希望 全人有良心,天下皆开心 全人有快乐,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爱地球,守护人权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和平,世界共鸣相人权 全学与和平,世界共鸣相人权 全学与和平,世界共鸣相人权 天地有爱与和平,世界共鸣相人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